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百七十年的基隆中元纪观看门仪式 很令人感动是你可以看到所有道士们在做法 做法是一个仪轨 让这个仪轨请他们好好的回去 我觉得悲天敏人每个人都会有 是一时的 但是怎么样持续有毅力的悲天敏人是最困难的 从基隆的中元纪可以看到基隆人的建议 基隆人的坚持 那这一个月大大小小的普渡 非常非常多大街小巷 所以如果有外地来的朋友看到基隆如此的热闹 就是基隆最热闹的一个月 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我们应该会延续下去 小时候其实更热闹 小时候其实那个台迪宫的人过得多 现在可能环保时代 用很多这个比较环保的素材 来做这个杀猪工的展现 我想随着时代的进步跟演变 会有不同的一些变化 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前程的心 还有这个文化传承的最重要的心意 在这段时间我观察到的 跟我能够感受到的这个基隆的文化传承 应该不限于基隆 应该要全台湾都要有机会 来看基隆怎么来推行 或者是来落实这个文化在地 今年轮值主谱的张同荣主委 也感谢老大公的保佑 让整个中元祭典期间都平平安安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从初一开卡门到今天 这个8月1号为止 一个月基隆都是风调雨顺 顺顺利利 延延满满 表示老大公 好兄弟 对我们基隆全体的市民朋友们 大家的热忱 大家的诚恳 让我们中元祭的活动 能够顺利延满 尤其我们市政府 在我们这个谢国良市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邱副市长及我们文化局的江局长 还有我们各局处的首长 一起非常非常用心的来带领我们张料检 中庆会来完成了2024年 假成年的中元祭的幅度 关开门之后 府会贵宾与中庆会代表 也来到清安宫举行交接首庐 在清安宫主委童勇 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童子伟 立委王振旭 跟文化观光局长江亭梅的见证下 由张料检姓宗庆会 将首庐交接给明年 轮值主谱的吴姓宗庆会 让基隆中元祭继续传承下去 向171年迈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全国第一座 有陆海空三军除役武器装备的 基隆驿正公园 将正式熄灯 因为武器袖拾严重 有青岛的危机 除了保留期末的阿姆斯托朗 后膛八串炮外 其余的都将全数拆除 归还给军方 这是我们的记忆 他长大以后 他可能当下小儿子来 我要去看飞机 我要去看战车 这个叫记忆 基隆驿正公园展示 陆海空除役武器 展出了二十多年 现在传出即将熄灯 让民众好不舍 你产平的这里没有特色 观光客来了 那他们来看什么 现在只能去那边看海门天险 也不是很漂亮 可以看海景 就是看这个心态 小孩子可以教育 那你一掉的话 你就拿其他来代表 这名的宜镇公园 长期展示 陆军M48A三战车 海军五寸箭炮 鬼杆 船锚 集装甲车 还有空军的F104G 新式战斗机 胜利女神飞弹 试验府每年定期维护 仍然无法抵挡 基隆多宇潮湿天气 试验府决定年底移除 归还军方处理 民国88年的时候 我们去陆海空军各单位 去申请这些成长武器 那经过二十多年来 我们基隆市政府每年都会定期 进行保养跟维护 但是基隆市因为天气潮湿多余的地理条件 所以说经过二十几年来 我们这样子评估 这些武器已经严重的嗅食 而且为了保护我们市民朋友 还有路过了车辆的安全 所以说我们近期的话 已经在规划 就是把这些成长武器 还给这些所有的 那个陆海空军的各单位 不过一镇公园内 具有百年历史的 阿姆斯托朗 后堂八寸炮 具有文资身份将现场保留 把这些武器的话 还给我们陆海空军的各相关单位 那拆除完毕之后的话 我们基隆市政府会进行 整体的廊带规划 让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能够呈现更优质的一个 休戚的空间 给市民朋友有一个更好的休戚空间 义镇公园是很多人 基隆人的记忆 尤其是长辈 他们会带他们的孙子 或者是孙女来这边看飞机 然后拍照 也是很多观光客打卡的景点 都坐游览车上来 那今天呢 我们市政府没有维修 或者是防袖的经费 要把他们移除 本人是觉得相当的可惜 因为这是存在好多基隆人的记忆 那以后没有这些设施的话 没有这些议政的东西的话 那是不是要改名了 那之后呢 我们市政府有什么规划 或者是这边会有什么亮点 能吸引更多的基隆人 或者是外面的游客 议政公园展示的推移武器 将正式洗灯 居民不舍 也期盼政府能够将场地 妥善规划 记者黄绍明记用报道 为了力挺基隆市长谢国良 来自北中南的六位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 洪孟凯 林沛祥 徐巧新 廖先祥 马文军 苏清泉 和多位党籍议员分头扫揭 用实际行动支持市长谢国良 为了呼吁市民乡亲 10月13号 踊跃站出来 投不同意罢免票 立挺市长谢国良 立法院国民党党团书记长 洪孟凯 陪同市长谢国良进行扫揭 沿途许多热情民众 来为市长谢国良加油打气 大家有想好吗 美女才会一起来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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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感谢祝福原色法郎 陈奕新龙 刚捐完雪的帅哥 跑过来要跟国良市长握手 有接小朋友下课的少年阿公 要跟国良市长握手 有送Uber的外送小哥 要过来跟国良市长握手 每一位都是我们真真正正正在地的基隆乡亲 用你们实际的行动来告诉基隆 来告诉国良市长 你并不孤单 你并不孤单 诚挚地感谢六位委员 在立法院开议 这么忙碌的时候 还来相挺国良 也给国良加油打气 我们掌声感谢他们好不好 这一段的时间以来 大家已经都看得非常清楚 三次的法院已经驳回我们对照的所有的诉求 助餐的主管机关财政部 正式的裁定我们的评选合乎法律效力 最后我们的基隆地检署已经起诉了当年我们决定不续约的大日企业 从三个不同的公务机关都证明了基隆市市政府不但守护市场 而且当年所有的行政主份相关的裁定都是依法行政 大家说对不对 对 除了立委洪孟凯 还包括国民党籍立委林沛祥 徐巧新 廖先祥 马文君 苏清泉 六位北中南立委大集合 齐聚基隆扫街 最后在东岸商场的外面进行会合宣讲 这一次的罢免案 这一次基隆的罢免案 只有仇恨 没有论述 当一路走来 较热的是一点 大家都只齐齐齐五两 但是有可能就没来踩投票 如果今天不投票 可能对方过了这个门槛 根本不是多数市民所期望的 投票非常非常重要 拜托大家10月13号一定要出来 你讨厌网区 10月13号投哪张票 不同投票一大牌 市长谢国朗也特别提到 原本9月6号有一场反罢免的造势活动 但因为考量台风的外围环流 确定延到10月初再举办 真的对市民朋友非常的抱歉 但考量到我们台风的外围环流 所带来的风雨 以及我们现在城市 以防灾优先的一个需求考量 所以我们会将我们9月6号的造势 改到10月初 改到10月初 在这边对市民朋友真的非常的抱歉 有关于新的造势的一些细节 一确定以后 一定马上来跟大家来报告 恶霸挺善良 我们不同意罢免 针对这次的罢免投票 市长谢国良相当感谢 许多市民好朋友一路支持 但也担心有人因为不了解 而没有出来投票 因此特别和党籍立委议员们 加强向市民宣传 再次呼吁市民相亲 10月13号涌跃出来 投不同意罢免票 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市长谢国良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谢谢 同样立挺基隆市长谢国良的 还有立法委员林德福和葛卢军 他们昨天傍晚到安乐区 帮谢国良助讲 让明年可能衍生的全台罢免风潮 在基隆打住 向民众一一握手致意 市长谢国良在立委林德福 葛如军 岳元芝和林佩祥 四位来迎立委陪同下 前往大五轮商圈向选民请安 呼吁民众 10月13号要出门投下 不同意罢明 曾经担任过八年永和市长的立委林德福 强调行政首长只要留在地方 就能够造福市民 市长很认真很努力 我也当过永和市的八年市长 我非常清楚 一个认真的市长 只要留在地方 真的是造福地方 尤其基隆市 市民相亲 水平很高 那我相信这一次 整个霸选的头尾啊 大家心知肚明 四次啊 基隆市政府都赢 到法院去提告 基隆市政府都赢 为什么 谢市长谢国良 他是要维护 整个基隆市民的市场 所以说 这些民进党的侧义 甚至于包括民进党 他们提出恶霸 讲实在话 我相信 有很多民众是不能接受 黑董少街的议委 叶元芝更是直言 许多民众都不了解 为何谢国良会被罢名 我们乡亲也问我说 那个谢国良到底要干嘛 为什么被罢名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我只有得到一个结论 因为可能林又昌 看他不顺眼吧 所以要上次林又昌也来嘛 不是在那边宣传吗 要罢名谢国良 然后本来联署快不通过了嘛 基隆 民进党基隆市议员 就跑出来联署了 赶快让他通过啊 本来当初是说好像 什么大日公司 什么人工人不爽啊 你怎么没有给Net啊 然后给了威风啊 现在很清楚啦 法院也认证啦 那个大日公司就有行贿嘛 那金融市政府怎么可能给这种公司再继续做下去 我们挺善良的人 我们反对恶意的罢免 民主选举是需要大家站出来维护 我们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恶意的罢免 需要大家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票 金融立委林佩祥 除了立挺谢国良继续执政之外 他更强调大五轮地区的排水交通方面 这两年都有所改善 呼吁选民用选票 对抗阻碍城市发展的罢免团体 争取在明后年 把整条基金一二路 超过九千万以上的工程 来慢慢地把我们的新道全部改观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电线杆 直接在新道中间 或者整个齐楼不平的状况 公路总局都承诺 在未来的几年之年 会全部把它做好 而刚刚市长也讲到 不管是治水工程也好 还是人行道工程也好 甚至国道公车的工程也好 都是要中央的民意代表 跟地方政府全力合作才能把它扁好 而针对罢免团体指称 二薪信用合作社动员员工 出席谢国良的造势活动 对此传言 市长谢国良强调 这就是假讯息 恐怕有违反选霸法疑律 现在很多民众的想法 就是不知道罢免团体到底在罢什么东西 罢免团体不知道在罢什么东西 是现在民众最常询问的问题 另外我也要跟大家来报告 我想这几天罢免团体已经开始进行 违反选霸法式的抹黑 只称说我们要求恶性合作社 包括行员 包括课长 每人多少都要有动员这样的额度 我想这样是绝对不实 而且违反选霸法 所以我希望罢免团体要提出更多的证据 不要只用一段录音 根本不知道是谁录的 根本不知道是哪里收到的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个录音很可能是假的 那是不是这样子就违反选霸法 立法院四位 来迎立委 力挺谢国良 呼吁选民 10月13号要站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山海公民拆梁行动指出 最近有收到一段录音档 内容提到市长谢国良动用资源 要求恶性合作社及恶性中学 支持谢国良 对此国民党基隆市党部回应指出 是市党部动员自己的党员进行造势活动 山海公民拆梁行动指出 日前收到一段录音档 内容提到市长谢国良动用资源 要求动员恶性合作社 以及要求恶性中学支持谢国良 日前伤害公民拆梁行动 收到一段录音档 当中提及谢国良动用个人资源 要求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上至经理下至一班行员 都必须在9月6日之前 交出一份动员名单 并要求达到经理动员65位 客长动员55位 一班行员动员4位的业绩 除此之外 在二信校园点滴这一个粉丝专页中 直接贴出了在二信高中联合参会上 人手一直反罢免扇子 设施属于校园的活动 却延然成为一场谢国良的造势 台下全部都是二信高中的教职员工 根据教育基本法第六条规定 教育 因本中立原则 学校不得为特定的政治团体 从事宣传或活动 对此国民党集中市党部在召开记者会时 也回应澄清 并且提出动员表格指出 那是国民党集中市党部要动员自己的党员 进行支持市长谢国良的造势活动 所谓动员恶性员工仪式 基本上那是不实的指控 也是基本上是造谣 那一直以来都是党部在这边 针对我们党员亲友 那或是甚至我们的党员们 对于这次的恶霸 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忍受 也看不下去 那也主动的 自发性的要出来做造势 然后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呼吁 一起加油 而非他们所指控的 我们动员恶性的员工 很多的亲朋好友 大家都会去救 所以也不是说局限于说 只有党员而已 因为我们现在基隆市的市民 说真的大家很多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大家都互相可以做一个联系这样子 那说真的 这个部分的话 绝对是一个恶意 而且是条纲 那针对于这个谢国良 做人格上面的毁灭 国民党集中市党部发言人 黄生动和市议员韩世玉也呼吁 罢粮案导火线的东岸商场产权争议 司法已经判给基隆市政府五连胜 罢免没有正当性 呼吁民众10月13号 踊跃出来 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吴俊松黄日生采访报导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没合二路元帅财神庙 致赠包括白米饼干及泡面等中原普度生活物资 给七堵区赋名理食物银行 再转赠给大约50户的弱势边缘户 照顾好需要帮忙的弱势朋友 包括白米饼干以及泡面等中原普度生活物资 由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没合二路元帅财神庙 致赠给七堵区赋名理食物银行职工代表 再转赠给大约50户弱势边缘户 协助照顾好需要帮忙的弱势朋友们 我们这些信徒都有捐赠一些他们的贡品 然后长年以来我们都是委托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先生 包括我们就是捐赠物资 那这一次也不例外 把所有我们这些手上所看的股市份 然后也陆续的就是交给我们 富民里的食物银行来接受 对于张耿辉议员和二路元帅财神庙的爱心 富民里食物银行也表达有衷的感谢 收取二路财神捐赠物资 感谢张耿辉议员从中参征一切 让我们的物资可以更加丰富 张耿辉也对富民里食物银行照顾弱势家户和朋友们的善行表达肯定和感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熏香与污染 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美类基隆影片征选继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届了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记录属于基隆赴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喂 苏喜啊 你怎么还没到嘛 我们三缺一了 再等你一个 你在引法据点 引法据点是什么 基隆市引法人才服务据点 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 包含求职登记 特别化咨询 履历见诊及就业没合 就业前准备课程 交流研讨会 真才活动 职场体验等各项活动哦 引法活动 世代共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那種感覺 市長 欸 你被擋住了喔 好 我來把它翻開 哇 好重 欸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會擔心像剛剛的許願一樣 想要進出的時候 結果都被盆栽都擋住了嗎 我們7月1號開始 有一個盆栽整潔的專案 我們將會用綠腳鴨 來代替行人需要進空的空間 讓您可以有一個更舒適 更安全的行人空間 請一起享用我們的綠腳鴨 來代替我們的盆栽 盆栽擺放藥 不妨礙交通 不支撐蚊蟲 不製造髒亂 為了我們的乾淨家園 我們的盆栽要整潔喔 從中國來移民到我們台灣 然後創業超過20年 其實非常誠懇實在 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饋社會 然後照顧我們的一些弱勢民眾 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跟他們有一起在共同參與 非常感動 確實把我們在這個台灣精神 發揮得非常好 也很謝謝他們這樣子長期的 對我們的支持 基隆有寶物獵人 我是寶物獵人 藝術家找尋的豹石在哪裡啊 源自台灣的古老染色藝術 究竟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將用鏡頭 帶領觀眾實地走訪 體驗基隆的味道 9月7號全國萬人大見總 我們目前已經重複到了 6台山陽機車 60台的變速腳踏車 大到小小700樣的摩采品 歡迎全市的市民 大家一起來見總 9月7號 歡迎大家來見總 耶 再帶你來看中山區中平街 有一處老舊的里民活動中心 屋簷已經明顯貪荒 萬一颱風或是大風雨侵襲 恐怕會有危險 市議員施委證辦理會堪 要求市府儘快妥善處理 又有颱風恐怕會影響到台灣 基隆市議員施委證相當擔心 因為民眾向他反映 在中山區中平街 有一處老舊的里民活動中心 屋簷已經明顯塌方 萬一颱風或是大風雨侵襲 恐怕會有立即的危險 因此施委證會看後 要求市政府要重視 儘快妥善處理 維護附近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像這樣有立即危險的 過去早期的里民活動中心 市政府應該要立刻查報 立即處理 如果再來一個天災 我想後果不堪設想 這些垂掛在這裡的 擋風擋雨的浪板 以及這些鐵鋼鐵柱 已經生鏽不堪使用 如果遇到一個大的風災 將會被削弱下來 到時候如果打到人或車 請問一下誰要負責 這裡要拜託基隆市政府 儘快地將這些早期在使用的 里民活動中心 如果已經廢棄了 是不是應該要將周邊的設施一併撤除 而不是讓它繼續這樣放著荒廢 造成里民之間心裡面的夢魘 市議員施韋政初步推斷這間老舊的 中和里里民活動中心 應該是早期依照租用的形式存留下來 裡面還有包括 字幕機感應燈和滅火器等設備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臺灣管轄最多的燈塔在哪裡呢 孤單又浪漫是什麼職業啊 碼頭工人蜜語打鳥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將用鏡頭帶領觀眾 實地走法體驗基隆的味道